大家好,我是喵妈 我在楼顶种菜有一年多了 我发现在楼顶上种菜还蛮多好处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全家都有鸡菜吃了 就不需要去买菜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 自从我在楼顶种菜之后 我也带动我儿子 就是像他们这一代的 几乎对这些干农活这种 还有对这些农作物这些东西 几乎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但是我发现自从我在楼顶种菜之后 他也跟着我会去做很多一些这些农活 还有就是会去帮一点忙 还会就是说可以捡捡鸡蛋 还有就是摘下菜什么的 这也能让他享受到一个 就是种植跟采摘的一个乐趣吧 现在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很爱玩手机 看电脑 我儿子就很少会看电视 就是说偶尔他用电脑会看两三集 那个动画片 手机是从来不看的 最近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我儿子已经三十几天没出过门了 然后他所有的户外活动时间 就是这个楼顶的菜园 说的我儿子都在旁边笑了 刚刚他装了点土 说还要捡点辣椒苗 前两天看见我捡了 今天他说他也要重一点 所有的泥土都要浇的湿润哦 现在他要去捡鸡蛋了 自从他发现这个捡鸡蛋好玩之后 我就没有机会捡了 孩子我采访一下你 你喜不喜欢捡鸡蛋 喜欢 为什么喜欢 很好玩 这样子吗 自从你捡鸡蛋之后 我就没有过捡鸡蛋的机会了 所以说的你还是捡过 那很少啊 大部分现在都是你捡的啦 对不对 你是不是觉得捡鸡蛋还有满足感 我儿子每天上来看几趟这个鸡蛋 一看见有鸡蛋高兴得不得了 我一走起来第一天是这些打瞌睡 打瞌睡 打瞌睡 洗脸 吃饭 没吃饭的时候就上来看鸡蛋 没有的时候再上在这里晚一会再下去 好的 有些也可以上来运动 对哦 上面可以跳绳对不对 也可以看些绿色 对啊 儿子 倒一点果汁给鸡吃 这些鸡我吃的是最糟糕的 那肯定啊 有吃的不跑得快吗 每一次捡完鸡蛋我都会让他喂一点给他这些鸡吃 因为捡了他们的鸡蛋 所以就要回报一下他们 告诉他要懂得感恩 得到了这些回报 这些回报 好 好像我眼前有个大苹果的样子 是不是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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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 好 你吃哪一个 好熟啊 又香又甜 好吃吗 你刚刚吃这个好好吃啊 好吃又比你还好吃 而且你试一下这种 这种最好吃的 好吃过 嗯 是不是 嗯 这种小番茄很好吃 有点酸有点甜 然后那个番茄味 好浓的 好好吃 酸酸点点不是像很酸 是不是像很甜 对就是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